把推拉力机安装到安装板上 然后将外置传染器连接到连接块上面 推拉力机以及杂具安装好了以后 杂具为定勾键 然后把备色物放置到杂具口 瓶颈固定 按策略器开机键 进入策略界面后 根据需要按封纸键 选择不同的测缸模式 打开机台电源 按指键选择手动和电动 调整机台运行速度 按升降键 测量几度按停止键 证明器是屏幕上显示的数值 就是需要测量的例子 测量结束 注意思想 一切勿超出推拉力机的量成使用 以免损坏仪器 二禁止拆卸线位螺钉 力图上有两颗形成线位螺钉 线位套只允许在形成范围内行动 三设备供电电源必须有地线 以上就介绍到这 如果有其他评论 请按屏幕上的电话联系我们 谢谢 再次感谢您对爱点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